本周我给你讲一本关于毕斯迈的书 书名就叫毕斯迈 它还有个副标题 叫《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事迹》 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多夫·诺恩 一说到毕斯迈 你脑子里肯定蹦出是这么个形象 就是带着头盔的铁血宰相 靠发动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 把一盘散沙的德意志邦连塑造成一个强大的帝国 但是诺恩的这本书告诉你 这不是真的 毕斯迈出生在1815年 正是在这一年 拿破仑兵败华铁卢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19世纪欧洲大陆的百年史 我觉得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拿破仑放了一把火 毕斯迈不停的收拾 那么毕斯迈收拾的怎么样呢 从结果来看 毕斯迈收拾的并不好 因为20世纪随即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生灵涂炭 给全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于是呢 两个问题就引发了史学界和历史爱好者们 长久而热烈的兴趣 第一个问题是 假如我是毕斯迈 我能不能做得更好 从而避免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呢 第二个问题是 毕斯迈建立的德意志帝国 也就是所谓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那他和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之间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那听到这儿啊 你肯定要问了啊 你说毕斯迈建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 希特勒建的是第三帝国 那第一是谁啊 这一期啊 咱们就先来聊一聊 这个德意志第一帝国 也就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我们今天的世界啊 游戏规则是按照民族啊 各自成立国家 互相尊重主权 这个规则啊 只有一百年的历史 而在此之前的几千年 人类历史几乎就是帝国的兴衰势 那关于帝国呢 你首先要知道的是 它和民族国家最大的不同 就是扩张的倾向 阅读帝国的历史啊 我们就会发现 一个帝国一旦停止了对外扩张 它也就走向了灭亡 其实不光帝国是这样啊 公司也是这样 你大公司如果赚的钱啊 天然的倾向 就是进一步扩大规模 而小公司有了利润之后呢 则是倾向于进一步提高效率 这大概就叫宿命吧 那在所有出现的帝国中啊 对西方文明影响最深的 就是罗马帝国 继承罗马 重建罗马 甚至超越罗马 这就是欧洲所有君主 心中的梦想 但是早在公元395年 罗马帝国就分裂成了两个 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1453年 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 那虽然奥斯曼皇帝啊 穆罕默德二世啊 信奉的是伊斯兰教 但是他并不认为 这是他继承罗马帝国遗产的障碍啊 他请意大利画家给自己画像 请意大利学者 给自己讲古罗马的故事 内心渴望成为新的 脑袋上缠着头巾的奥斯都 也正是受了这份野心的驱使啊 奥斯曼帝国反复攻打欧洲 最终就占领了巴尔干 那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啊 燃起野心的可不止一个蒙罕默德二世啊 那伊斯坦布尔被异教徒 土耳其人占领之后呢 东罗马帝国的国教 东正教 中心就转到了莫斯科 于是呢 俄国的君主啊 就认为自己就成了 东罗马帝国道统上的继承人 他们管自己的帝国呢 叫第三罗马 还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沙皇 所以沙皇也就是凯撒的意思啊 那为了争夺东罗马帝国的遗产啊 俄国和奥斯曼帝国 前后打了十次大的战争 最后啊是两败俱伤 而西罗马帝国呢 早在公元476年就灭亡了 也就是说 他比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早了将近1000年 那么他的遗产又是被谁继承了呢 就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啊 在所有的帝国中 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 福尔泰就说过一句俏皮话啊 他说神圣罗马帝国啊 既不神圣也不罗马 更不帝国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说神圣罗马帝国不神圣 是指帝国啊 必须要具有精神上的超越性 用今天的话说啊 就是你得对外输出价值观啊 那比如亚历山大帝啊 对外推广的就是希腊文明 那罗马帝国呢 对外推广的是自己的法律 那穆罕默德二世呢 对外推广的是古兰经 但是在欧洲 精神上的超越性 却被掌握在教会 而不是世俗王权手上 所以啊 福尔泰就说 神圣罗马帝国 你不神圣 那为什么又说他不罗马呢 不罗马是指罗马这个城市啊 并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 而是属于教皇国 别看现在教皇国 梵蒂冈啊 只有巴正大的0.44平方公里 那在意大利统一之前的 一千多年时间里啊 教皇国占据了整个罗马 和他周边的土地 面积将近两万平方公里啊 在亚平宁半岛上 正经是个大国 那最后 为什么又说他不帝国呢 因为别的帝国都是大一统的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不这样 他的皇帝 是由七个选帝侯选举产生的 那有资格选皇帝的诸侯 肯定就是实力最强的嘛 那么在神圣罗马帝国里啊 不管大的小的 公国侯国 主教领地 伯爵领地 帝国自由城市 五花八门啊 各自独立的邦国 总共有多少个呢 总共有三百一十四个 那这三百多个独立的小单元啊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法律 节日 货币 甚至啊 杜亮恒也不同意 所以啊 神圣罗马帝国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 而只是一个 一盘散沙的邦连 那可想而知啊 在古代社会啊 如果国王或者皇帝啊 你不能同时成为精神 和宗教上的最高首领 那他就无法建立起 强大的王权 我们拿欧洲同时期的 其他大国来做个对比啊 比如奥斯曼帝国 他信奉的是伊斯兰教 皇帝本人就是哈利法 是宗教最高首领 而俄国呢 信奉的是东正教 那东正教 天然就有王权凌驾于 教权之上这个传统 那这两个帝国 压根就不承认天主教 也就不存在 与罗马教会之间的矛盾啊 那法国 他处理王权和天主教教权的办法呢 是1309年啊 法国的国王菲利四世 强迫教皇 迁到阿卑尼翁 让他给法国国王 当了70年的御用教皇 在这期间啊 法国国王不仅拿到了 在法国境内任命主教的权利 还向法国境内的教权征税 这个国王向教会征税 这可是头一遭啊 所以啊 法国国王虽然一直承认罗马教会 但是在法国境内 王权是全面压制教权 而英国呢 亨利八世啊 为了能跟皇后离婚 以便娶她的情妇安吉波林啊 宣布成立国教 自己担任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领 那和罗马教会也就彻底决裂了 也就是说 在欧洲所有的大国中 英国啊 法国啊 只有神圣罗马帝国 在与教会的权力斗争中 落于下风 所以啊 王权颤弱 诸侯割据 一盘散沙 也就成了政治上的必然 那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盘散沙 对于欧洲的和平啊 倒是有好处的 毕斯麦就说过啊 神圣罗马帝国啊 就像放在欧洲中间的一大块海绵 就缓冲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那神圣罗马帝国的老百姓 也普遍认为 分裂比统一好啊 原因很简单 那帝国王权越是孱弱啊 个人自由 也就越是有了更大的空间和保障 那但是 法国大革命之后 德国这边的老百姓啊 也开始渴望 能有一个统一的 强大的王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大革命 改变了欧洲政治的游戏规则 法国大革命之后啊 法国国王没有了 那国王没有了之后 法国这个国家归谁啊 那就只能归全体人民啊 这就是人民主权概念的由来 那么 人民又是谁呢 总不能说你是个人 所以法国你就有份吧 于是呢 这又得再造出个法国人的概念 来和其他人区分开来 那 什么人才算法国人呢 法兰西民族的成员 才算法国人 于是呢 民族主义这个概念 也就瓜树低落了 现在大家一说拿破仑啊 都说啊 军事天才啊 35岁就当法兰西皇帝啊 36岁就征服欧洲大陆啊 其实啊 拿破仑能征服整个欧洲 个人的军事才华 只占很小的毕宗 他战胜对手 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呀 就是民族主义 因为他的对手 比如英国啊 俄国啊 神圣罗马帝国啊 奥斯曼啊 这些啊都是传统的帝国 就是一种肉食者谋之的体制 那在这种体制下 军队的主体是贵族啊 遇到打仗呢 平头百姓只管交税 并不上战场 而法国搞出民族主义之后呢 法国是属于全体法国人民的 那么 两方的战争动员能力 就不可同意而语了 一边呢 是贵族精英阶层 为君主而战 一边呢 是全体人民 为祖国而战 那这才是 拿破仑所想拼命的真正原因 在1804年 拿破仑称帝啊 称帝之后呢 为了保持战争动员的能力啊 民族主义这套说辞 就不能放弃 那同时 作为一个帝国啊 前面咱们也说过了啊 它总是有扩张的倾向 而且啊 它也一定要对外 输出一种价值观 也就是要体现 精神上的超越性嘛 那么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 对外输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就是民族主义啊 拿破仑声称自己是民族的解放者啊 主张每个民族都有权利 拥有自己的国王 这么一来呢 有多个民族拼凑起来的 一盘散沙的神圣罗马帝国 自然也就成了 拿破仑的头号敌人了 这拿破仑啊 一定要打垮神圣罗马帝国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对正统性的争夺 因为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啊 继承西罗马帝国遗产的 一直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那法国在道通上 就是被边缘化了呗 那如果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被打垮 法兰西帝国 不就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了吗 所以啊 在1806年 在法兰西帝国皇帝 拿破仑的最后通牒下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就解体了 但是过了没十年 拿破仑战败退出历史舞台 在1815年的时候啊 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开会 重新安排欧洲的政治秩序 在这个会上 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建议被否决 德意志地区的38个邦国 松散的结成了一个德意志邦连 这个德意志邦连啊 除了一些跑龙套的小邦国啊 主要是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一块 就是最强大的奥地利帝国 它也是这个德意志邦连 永久的主席国 第二块呢 就是在北部德国啊 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普鲁士 第三块是南部德国啊 四个中等规模的独立王国 也就是巴伐利亚 福腾堡 萨克森和汉诺威 其中啊 奥地利和普鲁士 构成了彼此竞争的两极 而南德的四个中等帮国呢 则相对独立 成为两个巨头啊 争相取悦和拉拢的对象 这1815年拿破仑战败之后啊 欧洲表面上一切恢复平静 拿破仑的民族主义革命啊 掩期息鼓 但是在德意志社会各阶层 民族主义的思想啊 却暗流涌动 与法国不同的是啊 法国的民族主义啊 是趾高强的 是居高临下的啊 以解放者自虚嘛 但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啊 就是在失败的屈辱中 滋生出来的 所以啊 德国的民族主义 一开始就是病态的 夸张的 充满了自我崇拜 和自我标榜的激情 那德意志人开始声称自己啊 是真正的民族 最优秀的民族 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对法国啊 内心充满了恨意 因为被拿破仑征服过嘛 那这么一来呢 德意志邦连的大小君主啊 尤其是普鲁士国王啊 他就面临了一个两难的选择 那如果我打压这股民族主义浪潮呢 那再跟法国打就打不过 还是打不过 可是如果任由这个民族主义泛滥呢 那自己的王位可能就保不住 弄不好 命都要送掉 就像法国的路易十六一样啊 这可怎么好呢 这道难题就留给了毕斯曼